南方澳跨港大橋瞬間坍塌 民間搜救單位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幫忙 現場畫面出目驚心 因為橋面凹折呈現90度浸在水裡 欄杆也在水面上現場一片混亂 水下搜救人員一個個換上潛水裝 背著氧氣鋼瓶登上橡皮小艇出發 要潛下水去看看被壓在橋底下的漁船裡面 還有沒有生命跡象 一旁還可以看到有怪手正在將漁船一點一點的拆解 因為漁船過重第一時間吊車拖不出來 民間跟國軍單位全力投入搜救工作 搶時間完成任務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